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很快就醒来了 所以也没听清楚 哇塞 我倒是想知道他说了什么呢 他可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 曾经三次前往太平洋地区 探索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贡献了地理学及航海科学知识 影响持续到近代呢 小树啊 我查了一下纽西兰的资料 发现纽西兰的国旗跟英国的国旗长得好像耶 这跟库克船长到纽西兰有关系吗 有的 纽西兰的国旗保留了英国殖民的历史 然而殖民也代表着新旧融合与冲突 当库克船长第一次抵达纽西兰时 就与当地的原住民毛利人起了冲突 这种新旧冲突也一直延续至今 纽西兰于2015年曾进行更换国旗的公投 新国旗上的元素 由英国的国旗改变为毛利文化中的英爵 象征对毛利文化的尊重与纪念 虽然新国旗公投未过 现在的纽西兰仍沿用原有的国旗 但毛利文化仍在国际有所展现 像是运动赛事上 纽西兰队伍在比赛开始前跳的战舞哈卡 就来自毛利文化哦 原来如此 不过你说到运动 又让我想到昨天在梦里 被羊群追赶的画面了 狐狸猫 如果你又回到昨晚的梦里 可以帮我跟库克船长说 我是他的粉丝吗 诶 好 这天晚上睡前 狐狸猫又拿起那本冒险小说 真的有魔法吗 不然 我再试一次 Do just once what others say you can't do and you will never pay attention to their limitations again 天哪 真的又回到这里 太好了 你又回来了 我们快点去找南方大陆的地图 不过你不能自己跑过去吗 有一个地方靠一个人的力量过不去 但这里人烟稀少 大家也有各自的事要忙 上次一个毛利人跑到一半 说他要回去庆祝 马达Ricky新年庆典 还有一个牧羊人 说他有几千只羊还没剃毛 要赶紧回去 好不容易让我遇到你 你可要帮帮我哦 好吧 不过可以用走的吗 哎呦 有点累耶 终于到了 可以休息一下了 哎 对了 我有一个朋友说 他是你的粉丝哦 粉丝 哎呀 怎么又有牛冲过来啊 哇 我不行了 狐狸猫将昨天发生的事 一一地述说给小树娃听 哈哈 结果你是被牛踩到 才回到现实啊 哎呦 别笑了 虽然没感觉 但还是觉得有点糗耶 不过怎么有那么多牛和羊呢 这就要说到 纽西兰位于南太平洋的西风带 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全年降水充沛 气候湿润 森林茂密 蕨类种类丰富 温和的气候也有利于发展畜牧业 但因为纽西兰地广人稀 在这里是采用粗放的方式经营 纽西兰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羊毛出口国之一 还大量生产和出口牛肉 乳制品等畜牧产品 是畜牧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哦 不过 苦力猫 你今天应该还会去帮忙吧 我可以到你家住一晚 一起去找库克船长吗 好啊 我想库克船长应该也很需要人手吧 纽西兰位于南太平洋的西风带 全年降水充沛 纽西兰的气候类型为下列合者 A. 温带大陆性气候 B. 温带海洋性气候 C. 温带地中海型气候 D. 寒带气候 答案是B. 当天晚上 狐狸猫和小树蛙一起进到了 库克船长的平行宇宙 怎么一进来就被牛追啊 就知道你会回来 还带了帮手啊 船长 我们还是快点去帮你找到地图吧 来吧 这里就是下一关卡的传送点 接下来我们就要跑过冰川 湖泊 峡谷 海岸 高山 才能到达最终关卡 哇 纽西兰有这么多地形景观啊 是啊 纽西兰位于太平洋板块 与印澳板块的交界 这里属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 有许多活跃的火山活动 也有频繁的地震 因而造就了多样的地质样貌 与地形景观 纽西兰北岛 以火山地形为主 而南岛则为冰河地形 出发吧 第一个是福克斯冰川 这里是世界上最壮丽的冰川之一 也是纽西兰最受欢迎的践行景点之一啊 冰川的水好甘甜啊 地卡坡湖 是冰川艳色所形成的湖泊 以其梦幻般的土耳其兰湖面而闻名啊 鲁冰花乘着土耳其兰的湖面 好美啊 纳维斯峡谷是由冰河作用 所形成深且陡峭的岩壁 而且这里还有世界最大峡谷荡鞦签啊 哇 好美哦 华拉里基海滩 号称纽西兰最高颜值的海滩 曾被作为作业系统的桌布 这里最著名的标志是耸立在海滩中的 Archway Island 拱门岛 因长期海浪的侵蚀而形成拱门的样子 哇塞 像是跑在Window 10桌布里也太特别了 地马塔峰是石灰岩山峰 约两百万年前有百块运动自海中隆起 山顶保留着海洋化石 这里的步道可以看到三百六十度环绕的景色 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探索 好壮观啊 天啊 这火山看起来真吓人耶 这里是诺鲁鹤夷山 也是最后的关卡了 一起把挡路的石块挖掉吧 好 库克船长 你怎么还不动啊 有人还没准备好啊 快点站好 准备出发咯 就是再说你啊 同学 快站起来 跟我一起出发吧 挖掉障碍布并前往火山口吧 就是这里 一起用力挖 太好了 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南方大陆的地图 虽然是睡着了 但觉得好累哦 梦里竟然跑了那么多地方 对呀 我们跑遍了南北岛呢 纽西兰有那么多丰富又壮丽的地形景观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呢 这也是为什么纽西兰会被称为 活的地形教室的原因哦 纽西兰拥有多座活跃的火山 和平凡的地震活动 这也造就了其多样的地质样貌 请问这是因为纽西兰会与哪个地震带上 A. 欧亚地震带 B. 环太平洋地震带 C. 中阳级地震带 答案B. 除了今天介绍的著名景点外 同学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探索一下纽西兰 这个充满惊奇和挑战的国度 有没有哪个地方你也想去看看呢 请跟我们分享你的梦想景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